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这档节目最主要的一个亮点 就是能够透过现象来观察它的背后的本质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现在的中文自媒体圈里边 出现了各种互撕的大战 我们看到徐晓东跟郭文贵现在也是开始互撕起来了 在我眼里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人 徐晓东是练武的人,在北京开武馆的 他通过打假,打这个所谓的中国功夫出名了 而郭文贵呢,是前几年到了美国 他是经商的人,他是反共的人 也是中文自媒体圈里边一个始祖,一个鼻祖人物 这两个看似没有什么交集的人 这一次却互撕起来了 当然了,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手撕石头剂 对吧,很多人说不应该互撕 很多人说不应该人身攻击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聊的不是现象 我再说一遍,我们聊的是背后的本质 我们是否能够更深度的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现象 这才是考验水平的时候 所以我这期节目并不是在揪谁对谁错的问题 也不是揪一些细节问题 而是来看整个背后反映出的一个社会现实和国际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丛林社会 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弱肉强食逝者生存的这么一个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 通过什么呢?就通过逝者生存 通过丛林法则 说白了就是通过互撕 来达到一定的平衡 不光是自然界 在社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当今的社会 哪怕是在民主社会内部 是不是有互撕的状况 很多人说你可以就事论事 不要攻击个人 但是问题这些事情是谁做出来的 是人做出来的 这些话是谁说出来的 是人说出来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怎么当选的 如果我们看了他在竞选过程中 这些镜头这些画面 他就是一路撕过来的 一路撕到了白宫 对吧 到了白宫他还没消停啊 但是大家如果看他在跟这个杰特 Bush 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的debate辩论 他就是在人身攻击啊 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不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但是不好意思 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 不是只有这一次在人身攻击在互撕 今天我们看 哪怕是民主党的这次辩论 这次初选不是也在互撕吗 很多人都读过马克图温的小说 那里边的讲美国竞选的 不就是在互撕吗 而且思到可以说当然的小说有可能是夸张 也可能是根据事实这个加工而完成的 但是马克图温里边小说描绘的 比今天特朗普在跟别人撕的这个要严重的多啊 连这个私生子都出来了 对不对 而且还不止一个 大家去读那个马克图温的小说 政治民主制度 这种多党制 两党制 为什么要建立呢 就是让你找到一个互撕的平台 让你们互撕 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我们再去想一想 今天的台湾有没有互撕 在互撕的过程中 有没有人被撕错 当然有 当然有了 我们再看香港 你更不用说了 都已经上街了 上百万人 对不对 当年我记得很清楚 黄宇明丢香蕉 那个事情 在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 觉得这么大的事情 很大户的事情 但是 今天如果你在告诉我说 我要去丢香蕉 往特首身上丢香蕉 别人都会笑你 在今天这个世界 你丢个香蕉 还算个什么呢 现在没有发生这种武装革命 就已经算谢天谢地了 对不对 而且我相信未来一定 会越演越烈的 所以我们要有两个 基本的认识 第一就是 互撕是常态 是正常状态 全世界 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 都是这么做的 第二 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 互撕的状态 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明显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点 我们要再深一层的去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种状态 是逆全球化所影响的 这个世界现在正在进行一种逆全球化 过去是大家要融合 要交往 对吧 世界是平的 但是现在呢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逆全球化的周期 在这个逆全球化的周期里面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碎片化 就是整个全球化 现在在被打碎 在打碎的过程中 欧盟摇摇欲坠 英国也决定离开 然后我们看 中美的这种脱钩 它也是一个逆全球化的一个表现 在一个逆全球化的周期里面 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 我们这些个体 会怎么做呢 不光是个体 还有一些团体 他们会怎么做呢 基本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 都是这个引起的 就是所有人都在努力的去划边界 就是我们要跟别人要区分开 就是我们是我们 我们这个团体的特殊的地方 别人是不具备的 所有人都在划分界限 你只有划分界限之后 你才能去分这个蛋糕 其实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一次我没有讲到的 就是台湾的一个民族建构的过程 现在也在进行当中 它为什么要去中国化呢 它为什么要更偏向于独立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整个逆全球化 整个全世界的这种风向都在转变 所以台湾也跟着一起转变 这个是有意无意进行的 这个是对自己自身的一个利益的保障 就是碎片化之后 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团结的一个小个体 或者是小共同体 你才能够在这样的逆全球化 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去生存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也在这么进行 台湾也在这么进行 香港也在这么进行 欧洲也是在这样做 欧洲的这几个选举 我们看到意大利的 北欧的一些国家的选举 最后选出的都是一些右派上台 右派他们最典型的一个政策 就是民族主义 就是我们是我们 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不欢迎难民啊 不欢迎什么移民啊 不想被其他人掺杂进来 这种思潮 我们先不说他对错 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 而是根据时代的不同 他是要走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这个方向 所以说这都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了 即使在共同体的内部 他也在慢慢的形成不同的小共同体 我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一张图 大家可能会直观的能够意识到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极左的极右的人都是最少的 左派 右派 然后中间派 中间派是人是最多的 他们是摇摆的 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极右 这是极左 这是左派 这是右派 这是中间派 中间派的人在塌陷 在减少 左派跟右派在加度增多 如果我们放在这张图上就更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张图上 我把这张图放在这上面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了 右派在增加增加人数 包括极右 人数也在增加 左派也增加 极左也增加了 少的是什么呢 少的是中间派 他可能是这样 这些人都没了 全都分到这里边了 封到这两边 所以说慢慢慢慢的 他这个就会越来越往下 这边呢 会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左派 右派 未尽分明 这是一个演变 这种演变正在进行过程中 所以当我们讲到个人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人跟我说 不要跟石头继续撕 你要团结 要跟他团结 要跟他合作 我听到这种话就觉得很可笑 首先 先不管我们的立场和价值观首先是不同的 其次呢 就是他的有些立场和价值观是站在我的反向的 我跟他合作什么呢 就算我们临时的为了一个目标去合作 我也不能保证这个人不会突然改变 或者突然给我穿一些小鞋 对吧 所以说你宁愿选择一个好的敌人 也不要选择一个坏的战友 你让这种人去跟你做战友 跟你并肩作战的话 那还不如让他当敌人 你反而胜算可能更大 所以我之前强调过很多次 什么叫做 脚踏两只船必成落水狗 你愿意持续在中间的话 最终你一定是要选边站 很多人说我们就要保持中立客观 我再说一遍 根本就没有中立客观这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现象之争了 不是一件事情 而是它背后的价值观之争 而是意识形态之争 是根本利益之争 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模糊地带了 你的模糊地带会越来越小 这两只船是在渐行渐远的 你还跟我说你想脚踏两只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必然会掉到水里面 像美国这样的中间派 中立选民是占很大一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和平的 稳定的 体制非常稳定的一个国家 它都出现了分裂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分裂 就是中间派的人越来越少 中间派终于决定了 说我就要投共和党 或者说我现在对民主党越来越讨厌 我要投共和党 还有就是说我太讨厌川普了 我绝对不会再投共和党 这种人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中间派在分化 他们已经开始有决断了 开始已经选边站了 所以说中间派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国家是两边分裂 两极分化 非常严重 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特别是对美国来讲 但是这又是必然发生的 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对外政策上面 特别是对华政策 或对其他的国家的政策上面 实际上 美国的两党没有根本的分歧 它都是为了维护整个美国利益的 我觉得这还是个周期问题 你过了这段周期 美国的两党可能慢慢又会融合 中间派可能又会回来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周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我指的是美国内部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放在全球化上面 这个逆全球化的周期是比美国内部的这种 这种愈合的周期要长得多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么十年二十年的过程中 我们将见证逆全球化的达到一个顶峰 它的标志我想可能就是中美的冷战 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别忘了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我开通了会员功能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会员来支持我这个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